我的YouTube就是從疫情的時候 差不多燒了七位數 因為我也不懂 我就自己亂做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 人家介紹的說是 妳被他處理什麼 被他處理了我的頻道 現在停根了四個月 主要問題 好吧 他不敢問我來替他問 沒關係啦 好不好 他在考慮是不是要去融入 要融嗎 人生就這樣子 我經常在講 機會在左手 是 命運在右手 對 努力在雙手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命中是有注定的 我們可以宿命 但是我們不能 宿便那就水存存來解決 今天兩位老師 兩位大師來 謝遠景老師 OK 算是命理界忠厚老師 對 是… 他這個有話之所 對 命理界還有不知 有那種不OK的嗎 不看 還有張維康 沒有 都忘記有這一腳 OK 這支手 保留 健康都對對 對… 因為他也是國師級的 另外一位 我們這個命理界算是長最漂亮的 才漂亮 然後這個大家看到 單單看外貌他就得分了 對啊 謝遠景老師 不是啦 部部老師在準備的 部部 部部 部部已經要站起來了 我們要讓大家來看看我們的運職 來問世一下 勇敢的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問題都解決了一半 逃避問題 問題就增加一倍 當中第一位 咱們先邀請他上來 坎坎而談 到底他有什麼問題 歡迎熊熊 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今年 就是其實我的YouTube 就是從疫情的時候 就是有開始經營 因為那時候演藝圈工作沒那麼多 我就想說那就是多方發展 然後就是做了大概一年多兩年 然後我就想說自己花錢 這樣真的是 燒錢 對 很燒錢 就是差不多燒了七位數 因為我也不懂 我就自己亂做 好幾百萬去 沒有到幾百萬 但是就是破百萬 破百萬有 有啦 破百萬 對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 人家介紹的說是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給專業的來處理這樣 結果被他處理 沒有處理的話還好 被他一處理 妳被他處理 被他處理什麼 被他處理了我的頻道 現在停根了四個月 對 因為就是主要就是因為 他其實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厲害 就比如說他那時候就說 那我來幫你談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 因為你光靠那個點擊率 是賺不到錢的 一定是要找廠商合作 他就說我這邊有很多廠商 但是因為都是我的朋友 那你就算便宜一點 我就說好 那可能我們就是收一個錢 但是做兩件事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不是要做兩件事 是做三件事 四件事 做很多事 就是收到純正信訊 因為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就是我們一起 反正我們都要一起合作 你就不要再花錢請怪計了 你就用我公司的會計 我們一起用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就把我的公司張什麼 就放在那裡 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一個詐騙 他就騙那個會計說 我才是大股東 所以他就拿我的印章 去蓋合約 然後去聯名 那聯名就是 你一定要有Logo跟名字 然後那時候有跟他講說 我這個Logo有過了 有註冊過了 但是這個名字還沒 我還在等 所以如果要聯名的話 這個名字先不要用 結果 所以被廠商告你侵權之類的 對 因為剛好名字是一樣 而且我們聯名的東西也是食品 那個廠商賣的也是食品 妳那個食品不是賣得滿好的嗎 不是不是 甘膨熊 不是餅乾 是我那時候聯名別的 就是周邊商品 等一下老師跟妳解決 對 然後又發現 他就是會A我的錢 然後甚至亂騙廠商就說 熊熊的 甘膨熊也是我做的 所以你可以投資我這樣 就是還拿我的名字 對 然後反正我後來就是 藝人不熟 對 我還賠錢 到賠廠商才解決這個問題 喉嚨動兩次到銜狀 十年前我已經有動過一次手術 因為我的喉嚨那時候是長繭 後來我進演一圈之後 又因為可能職業傷害 我今年二月初 我又再動了一次喉嚨的手術 妳唱歌不難聽 可是因為我的喉嚨就是 他不守認 他唱歌不難 沒有 我唱歌 我很少唱歌 開完之後 本來前面是撐十年 然後現在就是 我又覺得 因為我有在做直播 直播電商 然後我就覺得 那很累 最近喉嚨又感覺很像不太舒服 妳要問的是 我就想說 那到底要不要再重新啟動 這個頻道 小鐘出生的時間在秋天 然後出生這天 我們仍然有分金屋鎖土 其實妳是屬於金性 對 可是金性的人 直播類的這些行業 包括我們演藝圈的這一類 其實都是非常適合妳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妳的問題不在於 這個行業合不合 而是在妳合夥的對象 對 妳合夥的對象 人對的事業就對了 對 是從去年度到今年嗎 對 去年度妳剛好是犯太歲年了 對 用屬老虎 第一個是因為 犯太歲的關係 妳其實像現在 應該很多人找妳對不對 對 可是我覺得有點不敢 今年度以頭 其實妳的機會特別的多 因為我們常常講 犯太歲的那個年份以頭 妳大概就是比較容易出現 一些壓力 狀況 但事實上妳在今年 有點像 這個柵欄裡頭關心 然後我們每一次在那個的時候 修理它的時候 既然柵欄打開 妳會有點怕 今年的下半年度 一直到明年 尤其 其實妳會發現 妳會發現妳現在 妳身邊周遭有很多的人 想要幫妳 我是這樣給妳建議 不管是實際上幫妳的人 還是在幕後幫妳的人 如果有生效屬兔 屬兔 屬龍 龍 這個在妳去年上 會是非常強力的櫃度 兔跟龍 第二個 如果妳還有其他朋友 屬馬或屬狗的朋友來說的話 他對妳的 除了事業工作上有加分以外 甚至無形中還會幫妳 有很多 複雜的機會跟財運 我知道 Smart Go 好 要去留意一下 來 木木老師 其實像謝老師講的 今年的機會很多 但是其實今年我也會建議 可以多一些 付出跟耕耘 因為妳在去年跟今年 它就是讓妳一個學習跟付出 然後一個考驗 然後一個經歷 其實有這些東西 它就會成為明後年的一些滋養 對 所以其實這兩年 妳經歷的這些 不一定是真的非常不好的 它其實就是會成就妳的未來 過程 從錯誤中學習 喉嚨會影響她的健康嗎 喉嚨 因為她其實怕天生 剛剛老師她說熊熊屬金 對不對 金就是支氣管 真的 真的 我從小就這樣 有些問題 對 但是接下來這兩年 其實運勢都還不錯 所以我會建議 其實在今年可以稍作休息一點點 但是把精力放在其他的地方上面 讓妳的喉嚨休息 明年再付出 可能會對妳來說更好 就先不要直播這麼多就對了 還要稍微休息一下 她的主要問題 好吧 她不敢問我來替她問 真的 好不好 三位也可以做一個考量 是什麼 就問了…沒關係 什麼啦 好不好 她在考慮是不是要去融爐 她幹嘛要融的 她是有事嗎 你問錯 那是我的問題 她的問題 她的問題 那吳吳要問 有 熊熊是要說兇 吳吳要問 兩位老師不用回答 要 妳不用 你回答個屁 而且她還要二次融入 退 好 兩位老師 請決定熊熊是出運還是出事 請給我們答案 熊熊請出運 出運 你出運了 走到這邊好拽 你出運了 真的好快樂